我不要手术,我还要去新西兰玩呢 阿宝主任听了这话有点挠头,但作为多年的好友,他还是微笑着对阿玲说 你们是一月份去新西兰吧,如果手术做胸腔镜的话,不影响你去新西兰,恢复很快的 阿玲不再说话,把头偏向了窗外,我望过去的时候 看见阿玲的眼睛里含着泪珠,迎着光线一闪一闪的发亮 我只好转回头,微笑着望着阿宝主任 主任办公室里的气氛有些尴尬,阿宝主任看到阿玲的态度如此坚决,也有些为难 而我作为家属,更是没有想好如何规劝媳妇阿玲 我也和她一样,想去新西兰旅游 为此,我做了几个月的功课,几乎把孤独星球的新西兰片背了下来 但旅游总归没有看病重要 阿玲是这次单位体检时,被发现胸腔纵阁里有一个阴影的 她已经瞒了我一个星期,被我发现,她总是有心事 问了很久才问出来 阿宝办公桌上,吃了一半的盒饭,已经没有了一丝热气 看架势旁边开了盖的湖南辣椒酱,是她午饭的主要下饭法宝 我顿了顿说 阿宝主任中午就吃这个啊,也太简单了吧 没办法,上下午都有手术 赶快吃两口,要上手术台了 先把检查做完吧 现在还谈不上手术的事情 经我一问,阿宝这才想起吃饭的事情 又拿起筷子 阿灵你也是懂医的 纵阁里有了不该有的东西 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都有手术指证 至于做不做手术,还是要看检查结果 看看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东西 当然,任何检查都是辅助的 没有拿出来做病理 谁都没有办法保证这个东西的性质 看我已经抬起了屁股准备告辞 阿宝主任又放下了筷子 一边说,一边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送我和阿灵 阿灵依旧拗着不肯松口 我说,阿宝你赶快吃饭吧 我带他下午先去把食道必超做了 好不容易才约到下午做 有结果了我马上给你电话 你再帮我们决定 谢了哈,再见 阿宝一边拉开办公室的门 一边拍着我的肩膀说 别紧张,做完检查再说 不出阿宝办公室 我和阿灵都呆呆地站在电梯厅里 俩人都没有说话 很静,憋了很久 我望着眼圈依旧红红的阿灵说 你不是说没事吗 怎么这会儿怕了 检查结果出来以后 如果需要手术还是赶快做 我说的是如果啊 当然,最好是没事 我不做手术 就算要做手术 我也要等我们全家 从新西兰回来再做 阿灵终于忍不住了 一边说一边掏出纸巾抹着眼泪 我呵呵笑着说 您大小姐,还想得挺开啊 这时 定 的一声 电梯门开了 医院门口与往常一样混乱且拥挤 急着进去和急着出去的车 在互相较劲 司机一边摁着喇叭一边咒骂 路人则穿游在车辆的下系里 每个人都觉得 对方应该让自己先过 急切的心情 仿佛每个人都得了绝症 大家都在一条人生的不归路上奔跑 生怕落后了他人 我拿出手机 跟我父亲汇报阿灵的CT检查结果 一边踢着脚边深秋落下的梧桐叶 一边在地铁口转悠着 还不时地瞄眼阿灵 她站在马路边平静极了 似乎在静静地观看这一切 而这一切又和她无关一样 走了 我挂了电话冲阿灵喊道 阿灵似乎被惊醒了一般 收回了目光 她快步走到我身边 用力挽住我的胳膊 和我一起迈进了地铁口 地铁上 阿灵脸色惨白地靠着我的肩头 我倚着地铁车厢的壁板 想着说点什么 阿灵轻声地问我 你爸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 就说增强CT还是看不清楚 软组织还是要做磁共振 不过先做一个时道 B超排除一下 和使管的关系也是对的 我答道 阿灵以前也是学医的 这个时候骗她没有任何意义 我虽然不是学医 但从小在双双学医的父母 静染下 好歹也懂一些 我清楚地知道 胸腔纵格里发现一个阴影不是好消息 而且在心脏的后面 紧挨着使管后臂 即使手术也很麻烦 要看医生的技术和运气了 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 尽快确定这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 老爷子从一一辈子 他的判断一贯比较准确 而阿宝主任 则是我几十年的好友 早就是上海某知名医院的胸外科主任了 他的话更是要听 既然他敢说用胸腔静坐 那就是他有一定的把握 地铁在一路飞驰 我的脑子也在飞驰 我甚至都有些奇怪 此时为什么我没有害怕 出奇的冷静 因为我相信 阿灵她一定没有事 这只不过是 我们人生中的一个插曲 我们还要一起去周游世界呢 为完待续 敬请关注下期